你有没有听过人要描述一个人是BROKEN RECORD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围到周围英文一起读 BROKEN RECORD真的都不见得有人知道 CD都不见得有人知道了 CD应该还有啦 不过小朋友可能连看过都没看过 因为CD现在流通量也真的很低了 Anyway 我们今天讲一些年轻人没有共鸣的英文言语 他讲来干嘛 可是在媒体里面 在一般的生活使用上 我们还是常听得到 至少我还是常听得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讲一下还是可以的 那这边讲13个 好 Idioms 一些谚语 That kids don't understand 所以这里就说了 很多人就不知道什么是BROKEN RECORD Wow you sound like a broken record 好我就直接说一下这什么意思吧 这个叫做唱片机 或者叫什么留声机或之类的 那这个现在应该还有人在用 就黑胶唱片 那这是播放器嘛 那你在播放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说要坏掉的话 他就会在那个音轨上会重复 会重复放一小段东西 所以一直重复放 像例如说唱一个歌好了 我们讲周杰伦的什么 青花词好了 然后他就一直在等你 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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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唱片坏掉了 OK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跟你一直啰嗦一件事情 刀须在那边一直 nag你的话 你就会说 Come on man 不要再跟我 不要再一直对我洗脑这个东西 你听起来像这个坏掉的唱片一样 That's it OK 所以这个expression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慢慢的不流行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了 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我们这边有13个 就是第一个刚说了 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没问题 下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这个Next slide 我们说挂掉电话 你还是可以说hang up the phone 我相信小朋友也都还知道 可是hang这个字是挂 挂掉电话 怎么挂 你的手机挂去哪里 你手机如果要 收线了就不讲电话了 你就是放进口袋 你按一下关掉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要挂掉电话 我因为以前的电话 尤其外国人 台湾人可能我比较少 至少我家里销售也没有 外国电话常常是挂在墙上的 所以你看这边 You have a landline 所以landline这个字 就是我们讲的室内电话 这个字的打一下下 landline 所以你跟 Do you have a landline? 就你家里有没有室内电话 相对于手机来对不对 所以你的landline landline phone would often be mounted on the wall 所以就是架在墙上 所以真的挂电话是需要挂回去的 So that's why you hang up the phone 那现在呢 你如果要挂掉电话 你看我们中文还是讲挂掉电话 You switch off your phone Right 我特别讲switch off 我不讲turn off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turn off也算是一个 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这个挂在墙上 我们这次也可以说一下mount OK So phones were mounted on the wall So you hang up the phone Alright下一个 Next slide Stay tuned 我跳过 没有 好 这个好 我把它打出来 Stay tuned 以前的电视 是类似调频的 调频的状态 所以啊 你要转台的时候 你就会去tune它 所以这个tune 我要tune这个字 它还有音调的意思 OK 音调 像例如说我在调我的吉他 调你的钢琴 调对正的音 第一根弦是 拉 之类的 所以调那个音呢 我们就叫它tuning OK tune 所以 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叫你不要转台 他们就会说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 这样子 这是以前的电视上 常常会听到主持人 或电视上的人 讲的一个东西 不要走开 所以这个不要走开 不叫做 Don't leave OK 不要转台 不要走开 它会说 Stay tuned 所以请你把你的电视调频 调到我们这一台 不要调去别台 所以Stay tuned 你说还听不听得到 我觉得还是听得到 只是我英文的世界里面 我们中文也没有讲Stay tuned 这样的说法就是 好 OK 所以这个没问题 再往家看 Next slide Going through the ringer 这个说真的我也比较少听到 比较少听到 什么是ringer 我不想点开这个 因为这样会变成一个影片 我们不需要看影片 我们很快把它讲出来 这个ringer就是扭干衣服的一个机器 所以以前的衣服是需要用这种方式 去把它ring干的 所以它的动词 现在都很少看到 W-R-I-N-G OK 那加个ER 就是扭干衣服的机器 所以我们会说 If somebody has been through the ringer They have endured something difficult 也就是说 你的人生可能正在经历一个ringer 那你就是在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因为你像衣服跟扭干一样 经过那个ringer 大家懂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expression简单 但是说真的连我也比较少听到 因为我们拥有洗衣机跟干衣机 已经太久了 脱水机已经太久了 好 然后再来这on the flip side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知道 一个频道叫做好机车 一个黑人 在台湾台语跟闽南语 闽南语跟中文 跟我们讲国语普通话 都讲的相当好 那他才讲一些这个时事 或什么这些的 他频道我还蛮喜欢的 他叫索娜 所以他的名片开头都是 大家好 我是索娜 所以有去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会发现 这个人在他的节目结尾的时候 他都会说 I'll see you on the flip side Peace 这样子 I'll see you on the flip side 其实就是下次见 简单的说 所以你看这边有 这边有说 Catch you on the flip side 那到底什么是flip side 所以回到刚刚的唱片的概念 CD只有单面 DVD只有单面 所以你放错面是读不到东西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以前的这个唱片 它是两面都有 纹的 什么纹 就是它上面是有那个 为什么会有声音 因为它那个纹 所以它那个播放器 放到上面 然后它就因为那个纹的关系 上上下下 就能够发出声音来 所以说 它两面都可以有纹 所以B面跟A面 就是不同的歌曲 所以说 一般来说 A面就是这个主打歌 这样子 那B面就是 比较不熟的一些歌 但总之它的意思 就是下一面的意思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里稍微看一下 所以要是你出个单曲的话 Single would have the more popular song 讲Single吗 不应该讲单曲 应该就一个唱片 So they have the more popular song on the 8th side and a second usually ultimately lesser known song on the B side 好 它的意思好像还是这个单曲的意思 所以发一个单曲唱片 也可能是有两面 然后两首歌 所以说是单曲 其实是两首 好 总之这个 这个比较不熟的歌 就是在B side OK 那B side也被称为 flip side 为什么叫flip 因为你必须把它翻过来 所以flip就是翻的意思 好 所以说 catch on the flip side 就是简单说下次见 不是翻过来见 下次见 好 所以这也没问题 下一个 这我刚刚说的 要把一个东西关掉的时候 我们国中老师就 以前考试会考 把电视打开跟关掉 不能叫open the TV 或者close the TV 因为你讲open the TV 听起来像是把电视拆开来 看看里面哪里坏掉了 That's how you open the TV 那把它电源打开 我们叫它turn on 可是我们仔细想想 turn这个字是转 旋转的转 你有在转开关吗 没有 你是按开关 right 所以为什么不是press on press off 而保持是turn on呢 因为以前的开关真的是要扭的 要旋转的 所以我们延续的用这个turn on跟turn off 你的手机 其实也是按一个按键就可以开关了 right 可是我们还是用turn on the phone turn off the phone 所以这个东西沿用着 会不会有一天没有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不会没有 虽然说科技在走 然后这个turn的概念 已经生殖人心了 所以我有点觉得这个 是有点为了编内容应用出来的 那下一个 你的电话或者是 excuse me 你的电话或者你的alarm clock alarm clock就是你的闹钟 响了 那响呢 我们传统上来说叫做ring OK 好 那现在我们比较会说goes off so your alarm goes off 就是你alarm在响 可是以前就常说your alarm ring 那这个ring的概念 其实以前是真的是这样 像我小时候真的有这样的时钟 它怎么发出声音的 它真的是有那个金属撞击 所以它是mechanical 它是机械式的 那那个金属撞击就会发生 真的那个金属撞击声 简单来说 所以以前我们用ring这个字 来说这个什么东西响了 这样 就像你 我们讲说一个那个钟有没有 一个bell 一个钟怎么发出声音 因为里面真的有一个金属的那一根 有没有 然后它打着那个bell的那个形状 然后发出那个共振声 所以这个叫做ring the ringing of a bell 那以前的这个闹钟 也真的就是有那一种 金属金属撞击的这个ring声 就是了 好 这个大概就这样了 那现在 我们现在比较常讲的 真的是goes off 而不是用ring这样 sure 好下一个 cc 这个真难讲 甚至我讲cc 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 也已经 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因为 你上一次送email给任何人 是什么时候 right so it's been probably been a while since the last time you send any email to anybody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用instant messenger right line 或whatsapp 这些的 好 那 如果你对这个有概念的话 cc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一下 乙秋姆真的会这样子说 就 你有一份email要寄给谁 对不对 你可以cc给我一份吗 在公司上 我觉得也还是这样 对 我写一封信给那个总经理 你要写什么信 回报什么事是吧 也给我一份好了 因为我这里直属上市 我还是看一下这样 所以cc的概念 其实叫做carbon copy 这边就看到carbon copy carbon是碳 所以 什么叫碳 好 我们简单的 我很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很久以前在有电脑以前 我们需要把一个东西打出来 没有印表机 因为在有电脑以前 没有印表机 你要怎么把一个东西打出来 你要用一个东西叫打字机 它的英文叫做typewriter typewriter 把它打出来给你看 打字机 它长的样貌 这应该可以一个字 没错 它长的样子真的就是一个key 你按下去那个key的时候 它就会像钢琴一样 它有一个字母的那一个一根 它往上啪打下去 那它带有磨 它有个磨条 在那个你的打的那一根纸的上面 所以当你那个字母去打到那个磨条的时候 它就会带着一点磨去印到那个纸上 所以是指磨条 然后打上去这样子 所以啪啪啪啪啪 所以以前打字机按下去 真的会有啪啪啪的声音 他们甚至以前有一个专业就是 因为每个人打字的力道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你手指头的力道可能不同 你的食指可能特别有力 他的无名指可能特别有力 谁的小指可能特别有力 所以以前的人 还有一种专业就是 他根据这一封信 每一个字母打出来的深浅度 能够判断这一封信是谁打的 就像人的笔迹一样 这是真的事情 我以前读侦探小说看到过这样的东西 所以Typewriter 是这样子生产出打出来的东西的 那如果说今天你要有一份东西 想打成两份的时候 是不是很麻烦 像你打一封信 如果这封信500字 然后你想要再打另外一份 或你要制造出另外一份的话 那你可能会想 现在你可能会想说 那没差我就去photocopy 我就复印一张就好了 可是你要想 我现在在讲的是以前 我说连电脑都没有 影印机更是没有 所以以前的人 想要生产出两份 一模一样的文件的时候 他除了刚刚讲的 你的original 然后前面有一个碳条之外 他还可以加另外一张 跟你的文件一模一样大小的碳纸 就加在你的original的前面还是后面 然后再加一张纸在他的后面 所以也就是说是纸 碳纸 纸 碳条 OK 听起来会不会太复杂 所以当你在打东西的时候 他往上卡卡卡的时候 他就会经过两次不同的碳纸 然后生产出两张一样的文件出来 所以什么叫carbon copy 因为一个是多了一个碳纸所生出来的 I hope I made myself clear 好所以希望有懂了 所以这叫做carbon paper 你就可以生产出一个carbon copy 所以现在延伸起来就说 你给我一个 你这封信要送给一个谁 CC我就把这封信再 制造出一个copy来送给我 这样子 OK 你看这个跟转寄就是不一样的 跟forward是不同的 好 All right 来下一个 Film footage 这个词我们好像不久前才讲过 讲的就是你拍出来的东西 这种影带 我们就叫它footage 其实 这个因为大概没多久前讲过 大概OK了 footage 我一般讲这个footage 说是还没有经过剪接的 大概我们会叫它footage 这是我的出钱的理解 好了 这个大概就这样子 来 再来 下一个是什么 好 这个也是时代当然淘汰掉 以前的那个收银机 现在应该还是会吧 就你 我不知道那个7-11 或者是全家的那种收银机 会不会有这个声音 好像没有 它就是cut它出来 以前收银机弄了之后 要找钱 然后它就会发出一个 卡钦的声音 所以这个 或者卡钦都可以 好 所以 甚至这个东西 还跟那个华人 有点种族上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名字 我们人家叫做姓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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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些的 所以ChangChangChang 什么那些的 所以这个卡钦的声音 就特别像我们华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还有一点点 种族的 种族歧视意味在里面 好 但总之这个卡钦 就是以前的收银机 会发出的声音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我做一件什么事情 赚到的钱 ChangChang I got paid 这样子 好 这听懂就好 来下一个 我们在车上把车窗摇起来 你看我们不是有首歌叫什么 你把我灌坠吗 把车窗都摇下来 你怎么摇 摇什么 对不对 那以前真的是 把车窗摇下来 因为以前的窗户 就是用这么一个 你大概荧幕上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把手 你就转转转 车窗就可以摇上摇下 所以真的是摇车窗 那现在当然不是 You press a button And your window goes up and down automatically Without making an effort 就以前转这个窗户 其实还蛮累人 说实在 那现在全部用电动窗 automated automatic windows 所以实在的眼泪 但是现在还会再讲 把车窗摇下来 你如果要唱那首歌 你还是摇下来 不是把车窗按下来 后来 下一个 这个也是 我到现在还是会 讲 你看这个东西 你说你看懂这什么吗 这叫做录影带 我们叫它videotape OK videotape 打出来给你看 video这个字现在还在用 但videotape就没有了 那videotape除了当名词之外 还可以当成动词 动词就是 把东西录在录影带上 so if you're videotaping something you're recording it OK 你在录东西 录制影片 你用record 那但是 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是用 I'm videotaping something I'm taping something 你甚至可以用taping OK taping 来当作是你录制的动词 加ing变动名词 或者现在分词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也慢慢被 世代淘汰 是没有错的 好 videotaping 好怀念 真的 OK 我到现在可能有时候 还是会这样子说 后来 差不多了 是不是还剩一两张而已 OK 这个就是 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张东西 这个叫磁碟机 我们叫它floppy disk OK soft disk 那这个东西其实呢 同学看一下 我现在用的这个 Microsoft Windows的这个 Word的这个软体 储存 看一下我的滑鼠 滑到这边来 很难放大 对不起 我的荧幕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就是 floppy disk 那因为我的版本非常旧 2007年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这一个符号在这里 这个图像在这里 它们有没有变 如果没变的话 我就感动 但是 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习俗上 储存东西 都是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icon 这样子 好 那现在 你看这边有说 What is a weird square icon that all the kids recognize as a button that saves your half finished work Right 所以一个方形的icon 小朋友都认得出来 这个就是可以存你的这个 做到一半的功课的 这是叫做floppy disk 这floppy disk kiddles 那 well 那事实上这个是更久以前的 那近一点点的 就是这边这一个 其实是不一样 这个壳比较硬 好了 不讲这个了 好 所以 大概就介绍完了 我记得这个网页最后一张 其实已经不是下一个东西 没有东西了 那这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怀旧感呢 nostalgia right nostalgia ok nostalgic about the past 有一点点了 至少我有 好 介绍到这里 大概差不多了 对不起 今天喉咙有点卡卡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